要抱怨誰 我要抱怨小孩 孩子臭臉沒活力 老娘欠你們的媽 真的 現在這個年紀都這樣 真的 我跟妳講 我每次 因為其實我本身憂鬱症 已經18年了 所以我改非常地多 所以我現在在家裡都是 每天笑得很開心 然後取悅大家 因為我覺得家庭就是要和諧 所以我也很希望 他們可以是這樣 可是偏偏我兩個孩子 因為我兒子是天蠍座 回到家之後 我都會很開心 因為我想說他回來 我就是會問他說 寶貝 你今天要吃什麼嗎 然後他永遠得到的答案就是這樣 隨便 都可以了 對 然後就進房間了 隨便 我不知道要吃什麼 對 我也不知道 然後就進房間了 我就覺得我很受傷 因為我覺得我也很累 媽媽也要工作 所以我覺得 你不要給我臉色看 我的感受是這樣 對 天蠍座不能被關心 對 不是 因為他比較情緒 對 因為可能一天裡面 可能被 你被攻擊個一 兩次 你可能別人 講到你不開心的地方 你可能一天的心情就不會 還要記帳 凡事 對啊 然後姐姐是那一種 就是摩羯座 你知道 他就是那種很平淡的 然後就是 他早上起來 我說 姐姐早安 早 然後就完全臉 就是那種沒有臉 可是我沒有臉情 跟牆壁講話 對 然後我問他好吃嗎 對 然後我煮了 我很興奮 然後煮了一大鍋 他們喜歡吃的菜 然後我就說 期待說 姐姐 好吃嗎 好吃 真的 好冷的 媽媽會受死你 因為我覺得好吃就好吃 就是我媽很期待你回到 真的 跟萬一的一模一樣 就是他很期待回到那種答案 對 這個我在旁邊很客觀地講 這個兩個人都有一點over 你知道嗎 他說 好吃嗎 那媽媽是那種 好吃嗎 這好吃嗎 好吃就我那邊聽一笑 你知道嗎 但是他有時候會比較熱情 你知道 好吃 但他笑笑講好吃 媽媽還是不滿意 媽媽說 就這樣子 沒有 可是不會 KentKent就會說 怎麼那麼好吃 不是 那是因為KentKent 能抓到你那個 KentKent想要生存 他要生存 KentKent還要跟你出去逛街 他想開始 我在這一方已經沒得生存 只好到這一邊是生存了 KentKent 最好是 媽媽真的會玻璃心